接下來我們就要教鉛電池 就鉛電池 鉛序電池 鉛酸電池 因為它要加硫酸 等一下會講 就要鉛酸電池 構造就看一看 等一下會再帶到它一下下 好 來 第一件事情要誰當正極 誰當負極 對不對 好 他平常會做成個板板 平平的樣子 好 來 誰當正極 二氧化鉛 誰當負極 鉛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誰當正極 誰當負極 二氧化鉛是正極 鉛是負極 然後呢 這裡要多講一件事 剛剛講到鉛酸電池 它泡在硫酸裡 那個電池的意思是硫酸 所以泡在硫酸裡就叫做鉛酸電池 叫做鉛酸電池 好 第一件事情誰當正極 誰當負極 第二件事情正極 半反應 現在負極 半反應 來 看完就算了 看完就算了 講義也直接寫給你了 你也不用抄 你也不用背 講義也寫給你了 你也不用抄 你也不用背 你要背 你要背什麼 你不用背整個的反應 你不需要背整個反應 可是你要記得產物 產物要背 不管是正極還是負極 都產生硫酸電池 白色硫酸電池 然後會附著在它的板子上 要拿它做成平板狀 在它的板子上 所以不像 這叫做 要背的事情 不需要去背整個反應 但是要記得產物 然後 接下來第三件事情叫做質量增加 來減少顏色變色來變淺 濃度變大變小 先看我們的硫酸 這個硫酸是有作用的 所以硫酸濃度會怎麼樣 硫酸濃度會 對 減少 然後呢 鉛變成硫酸鉛 二氧化鉛變成硫酸鉛水 你知道會怎麼樣 增加 兩個都在增加 兩個質量都增加 而硫酸濃度會減少 硫酸濃度會減少 所以以前說要說要補充電瓶水 補充電瓶水 OK 好 這叫第三件事情 它的質量增加還是減少 好 這裡都沒有顏色問題 因為它都是無色 所以這裡也沒有什麼顏色問題 好 那第一件事情叫做其它注意事項 什麼叫其它 就是這個是可以怎麼樣的 這是可以充電 它是可以充電 它可以可逆反應可以反過來 外接電源的時候 它就反過來 它可以恢復它的供電能力 叫充電 那充電的時候 你要記得什麼事 你要記得要怎麼充 如何去充 然後會發生什麼事 OK 如何去充 我要倒回來 我要倒回來 我的負期本來是負電流出對不對 負電電子出去 所以要倒過來 電子要進來 那誰會把這充電池封給我 負期啊 所以我們的正極就要接什麼極 正極 負極就要接什麼極 負極 這樣考比較簡單 正極接正極負極接 負極 可是我不問它是正還負 我問它哪個版 什麼物質哪個版 我們剛剛講過哪個版的正極 二氧化千版 所以正極要接 二氧化千版 負極要接 千版 就是正要接正 負要接 就是正要接正 負要接負的意思 正極要接正極 負極要接負極 負極要接負極 OK 然後 是第一個要怎麼抽 第二個怎麼抽 第二個是 發生什麼事 那本來都是誰 本來都是劉三千對不對 通常是劉三千 他變回來 所以正極是誰變回來 劉三千變回什麼 正極是誰 二氧化千 所以正極是 劉三千變成 二氧化千 劉三千變成 劉三千 劉三千變成 OK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OK 要怎麼抽 然後發生什麼事 好 就像正極的反應是 我講過 跟剛才一樣 不用背 不用背他 你只要記那個結果就好 剛才的放電結果 是都產生劉三千 現在充電是正極 可以產生了 的話先附其產生 先 記得產生的結果就好了 不用背他 但是要下一個要記得 就這個事情 要用直流電 好 我放出來是直流電 我充電的時候 也要用直流電 充電的時候 要用直流電去充電 這個是個重點 我們後面要教什麼電解的時候 也是要用直流電電解 要用直流電 OK嗎 這就是 有關於千電池的部分 OK 誰當正 誰當父 半反應不用背 要知道產生 硫酸接 然後機板質量都增加 硫酸濃度會減少 重點是要 其他就要充電 要怎麼充 會產生什麼結果 把該背好 OK OK